一转眼就要到三月份了,随着春天的正式到来,也意味着农民朋友手上的活又要开始多起来了。 尤其是在立春雨水过后,农民除了忙春耕之外,还要在田里种一些食令蔬菜,和什么都要用钱买的城市生活不同,农民要吃的粮食和蔬菜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。 不少农民都会随着季节的变化种不同的蔬菜,因此蔬菜地在一年四季都很少有闲着的时候。 不过蔬菜从播种到采摘通常需要一段时间,短则一两月,多则三四月,因此农民也会出现食令蔬菜短缺的情况。 好在农村有不少种类的野菜,刚好可以填补这期间的蔬菜空白,今天我们要说的白蒿就是其中的一种。 每年三四月,村里很多农民都会约着出去找一些野菜回家吃,包括香醇叶,蒲公英嫩叶和白蒿等等。 其中白蒿受到了不少人的欢迎,白蒿和青蒿、爱蒿同作为蒿类植物,但它们的形态和具体功效都有所不同。 它通常生长在农村的草壁土沟里,之所以叫做白蒿也和它的外表有一些关系。 白蒿的叶片底部和叶饼都有一层浅浅的白色绒毛,摸起来的手感十分舒服。 农民通常会拿白蒿的嫩叶来做菜,将采摘回来的白蒿叶洗净之后,会再用废水焯一焯,然后就能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了。 不管是凉拌,炒肉,炒鸡蛋,或者是做馅料都是一绝,有的地方还会用把白蒿当成做清明果的原料。 除了拿来食用之外,白蒿的药用价值也不能忽略,白蒿不仅有凉血止血的功效,还能治疗一些疾病。 而且村里的老人经常说,吃白蒿能起到清热又养肝的作用。 值得一提的是,白蒿从三月开始发芽,这时候的叶子最嫩,而到了夏天,白蒿不仅会长个头,叶子也会变老变宽。 农村有种说法是,三月阴沉,四月蒿,五月六月当柴烧。 因此,白蒿最适合在三四月吃,错过了这个时候,就只能拿来当柴烧了。 马上就要到阳春三月了,正是白蒿生长的时候,如果有朋友最近在野外看到了白蒿,可不要错过这种最适合在三四月吃的农村野菜了。 不妨拿回家做成菜尝一尝,不仅美味,而且营养又健康哦。 你有见过或者吃过白蒿这种农村野菜吗?你对它还有哪些了解?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